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道中呢 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呢 用我们这个DIY水工制作非常美味的小甜食 这个小套装呢 去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制作一个非常美味的 可爱的这个冰淇淋 那么我们的冰淇淋呢 是需要两勺的糖 150毫升的这个新鲜的奶油 然后要把它打成奶泡 然后我们还会要用到我们这个小小的企鹅和小奶牛的这个模型 然后用的这两个模型呢 去给大家进行一个展示 那么我们做好了之后 是要放到我们的冰箱里面去进行一个冷冻 首先呢 我们是要把我们的这个生奶油 给它放到我们的小的杯子里面 要把它用我们的搅拌机进行一个打出我们的奶泡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一些糖和我们的这个巧克力末 现在呢是要加两勺的糖 按着它上面的这个说明书 然后还可以再加入我们的可可粉 如果没有我们的巧克力粉的话 进行一个混合 那么给它混合好了之后 大概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泥状 泥状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加入到了我们的小的模具当中啦 然后呢可以给它盖上盖子 放到我们的冰箱当中进行一个冷冻 要放到冷冻层 那么做好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冰箱里呢 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可以请到我们的同事 Cathy一起呢 来和我们进行一个品尝 然后来尝一下里面的一个味道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我们这边呢 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小的奶牛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它这下面这个塑料棒子呢 是在我们取出来的时候 不小心掉出来了 嗯那么很可惜 但是没关系 我们还可以再来吃一下它的这个口味 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这个味道呢非常的普通 就像平常的这个巧克力奶油冰淇淋一样 就是我们之前呢 也跟大家介绍过的 然后或者是DIY展示过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一只小的奶牛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 给我们一个弹幕指向上的赞 或者呢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 给我们一个订阅 然后就可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最出售视频 我们的频道呢 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更新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